本日经核酸检测而阳性的个案共有4578宗 快速抗原检测方面,昨天共有5827宗核实阻阳性个案 整体而言,在昨天香港共确诊了10405宗阳性个案 截至目前为止,第五波疫情,香港共有1098998宗阳性个案 录得有6749宗死亡个案 较昨天增加了192宗死亡个案 个案的病死率显示是0.61% 87%的死亡个案未接种疫苗或只接种了一剂 在80岁或以上的死亡个案中,高达90%的人士未接种疫苗或只接种了一剂 在病死率方面,在所有的死亡个案中 如果没有打疫苗或只接种了一剂 病死率是1.79% 而接种了两剂或以上的疫苗 病死率只是0.11% 是有一个16倍的差别 而在80岁或以上的长者当中 没有接种疫苗或只接种了一剂 病死率是高达11.6% 而接种了两剂或以上的疫苗的 80岁或以上的长者的病死率是3.36% 有一个大约是3.5倍的差别 其实去年4月开始 18区的中医诊所、企教研中身 都是为康复了的确诊病人提供中医门诊复康治疗服务的 在病人出院6个月内 可以接受最多10次的免费中医内方门诊复康治疗 其实从去年4月开始 我们都为超过了5500名的康复病人服务的了 人次都有1万5个的 考虑到第五波的疫情是有不同的 不少的病人无需入院的 所以没有任何出院的一些的核实记录 所以我们最近就更新了这个计划的安排的 病人如果就算没有入院的 只要他出示到认可的证明文件 例如是卫生署或者医生发出的 确诊证明、隔离令、确诊电话短讯 都是符合资格的 可以得到10次免费的复康治疗 但病人注意 如果病人只是提供一些快速测试的照片 而没有任何的身份证明 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可以确认到 提供的服务就会有困难